第24题 阿雅计算此车的平均速度位于宇佳速度后 填好了数值却忘了填上计算项目如下表 请你依据数据判断 甲乙丙分别为合物理量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前面的表 跟我们的图中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VT图的面积代表位移 所以呢0到 4秒钟他的位移都是正的 而4秒到8秒他的位移都是负的 同时呢0到4秒他的速度呢都是正的 4到8秒呢他的速度都是负的 所以前面呢0到2秒都是正 后面4到6秒都是负 就是我们的甲 还有我们的饼 所以甲跟饼一个是代表位移 一个是代表速度 那么谁代表什么呢 VT图的面积代表位移 那么这边0到2秒的面积呢 是底 乘以高 除以2就是10 所以呢他的位移就是10 那同样的这边是一个 相等的三角形 所以这个位移就是10 那么底下就变成负号变成负10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甲呢 就是代表我们的位移 而我们的饼就代表我们的速度 我们在2秒钟之内位移走了10公尺 那么10除以2 表示平均速度呢是每秒5公尺 那么就是我们的这边所写的每秒5公尺 那么他另外的2到4秒也一样 面积一样时间一样 所以呢我们的平均速度也是一样 然后面的 4到6秒6到4秒大小一样 可是呢会变成负号 所以我们的饼呢就是我们的平均速度 那么根据我们的选项 我们的饼就会是我们的加速度了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的加速度呢 那么加速度的意思就是 花多少的时间有多大的速度改变 那么我们的0到2秒 0秒速度是0 2秒速度是10 所以呢 他的 平均加速度是5 可是回到了2到4秒的时候 我们2秒的时候速度是10 4秒的时候速度是0 这时候呢我们加速度就变成负号负 就这边所写的负 所以没有错 我们的乙就是平均加速度 所以 我们的甲是位乙 乙是平均加速度 而丙呢就是我们的速度 因此 我们第24题说 依数据判断 甲乙丙分别为何者物理量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甲为位乙 乙为平均加速度 比为平均速度